走吧 没关系 是个小问题 我来解决 这次 这次是 蜂兰卡先生 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这在抄作居床中 这个常见的 蜂兰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是中国人吧 你这句话说得没错 在国际贸易当中 我们必须尊重合作伙伴的权益 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咱俩谁更无理取闹 你们吵完了没有 我的世界很宝贵 把屏风推过来 把屏风推过来 趴着快乐 去臭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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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好 韩先生 明天见 明天见 弗兰卡 弗兰卡先生 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当然 非常抱歉 我忽略了 应该给你安排个住 这样 我明天就从公司 安排一个机灵可靠的 小伙子过来 这是何必呢 你瞧我 已经有了一个助手 他非常合适 而且 还是免费的 弗兰卡先生 您是我们的技术专家 从八道路公司的角度考虑 您应该避免跟甲房的员工 有过多的接触 所以 你是在担心我泄露公司的秘密 不 您肯定不会泄露秘密 但我是这个项目的主管 我有责任给您提供一个安全 愉快的工作范围 我现在非常安全 也非常愉快 谢谢您 扶了 看看 你说这家好什么来的 够邪的 这才几天呢 就混成专家助手了 什么专家助手啊 什么专家助手啊 就是个拎包 外加端茶送水的 就这会儿 只要脸皮厚 谁都能干 我看他是罪名之义 不在乡 你注意今天他都做了什么吗 平时他在我眼前晃一下 我都想去洗眼一下 我还注意他 我可是认真不诚 他那俩眼睛 就没离开过德国专家 那专家说什么 他就记上了 专家操作的时候 他恨不得把脑袋 蹲进鸡床里去看 比谁学得多人啊 说你 我好好学鸡床 看怕带什么呀 我 我 我这是知己知别百战百事 怎么回事 都一唱五了 怎么还没修好 谁知道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弗兰克 怎么样了 我正在排查 这里有上万个电器出点的 再等一会儿 弗兰克先生 请你出去 我进来看看弗兰克先生 需不需要帮忙 我们所有人都在外面等半天了 不需要帮忙 请你马上出去 这是梁机场 又不是你家 我是这个项目的主管 我有责任维护这里的安全和秩序 请你马上立刻出去 这条生产线 是属于一辆机场的 我作为这个车间的负责人 我有权知道 现在设备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姓游的说话太过分了 我都要过去 别别别别 上 弗兰克先生 时间不早了 该吃饭了 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惦记吃饭 你用你工作为我的 弗兰克先生 都吃饭了 没吃饭 不吃 我还没有找到问题 今天中午啊 专门准备你喜欢吃的炸鞋盒 凉了就不好吃了 再说这一时半会儿休不完 走啊 走 拜拜 不让你先上 你们走了 设备怎么办 好了 大家都去吃饭吧 行了行了 他们吃饭咱也吃饭 走走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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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排查了整整一天 一点头绪都没有 咱们真得好好想想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是生产线调试期间的正常现象 问题暴露的越多 以后运行才越问题 咱们不用着急 现在是弗兰克他们的责任 连老夫都说他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也没办法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光看热闹呀 厂里所有人都盼着 输空车间能赶紧开工 所以早点解决故障 也是我们的责任 要是都像咱们这么有责任感 问题还有希望解决 这个时候 就该加班加点不吃不睡地干 可是你看人家江中市 江助理 到了饭点就拽着老夫去吃饭 千鹅两个可就没法吃了 到了下班时间 就赶紧催着老夫回酒店 这个殷勤 我看着都恶心 何老师 背后说人坏话 不好 我当面也说你恶心 卑躬屈膝 你不服啊 行 卑躬屈膝的我 大概其知道故障原因了吧 你说什么 你知道故障原因了 石头 这可不能吹牛啊 蔡老师 我没吹牛 我之前一直有个猜测 白天人太多呢 我不好做详细检测 就在刚才 我测试了几个原件 八九不离十了 你快说 到底有问题出在哪儿了 中午老夫跟我说 这套设备在德国运行 非常稳定 去年昆明的一个兄弟厂家 也进了一套相同的设备 运行也没问题 为什么就咱们出问题呢 顺着这条线索 我猜测 是气候影响了控制系统 你想啊 德国的气候特点 是不是温和平稳 四季温差小 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 这一点跟昆明非常相似 对 所以昆明叫春长 四季如春 可是这跟机床有什么关系 是热敏电阻 对 这条生产线的热敏元件 是在气候温和的情况下 安装和生产 可你们想想 机床刚运来凉川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冬天呢 现在是盛夏相差三十多度呢 再这样前两天寒流 一来一去 早晚温差大 这种元件啊 水土不服了 你说数控机床这么精密的设备 只要有一组元件断裂 信号就会中断 不如我刚才就查出了一组断裂 这也初步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呀 如果当时说了 不就没机会真正了解机床内部结构了吗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今天来呢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和大家碰一下 最好从明天开始 我们的主要任务 不再是查故障 而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拖时间 多看多听多学 那些巴德罗不让我们接触单元结构 然后晚上做成笔记再整理汇总 为了避免盲目和重复 我建议我们最好分一下工 我呢 就主要负责位置观测系统 蔡老师和技术员负责私服系统 原组长能不能负责控制系统 同意 我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不对 江忠实 你怎么成我们领导了 大家最好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加班吧 把之前看过的图纸 还有所有相关数据全部汇总一遍 现在开始吧 好 有问题 这是我这部分 有什么注意吗 我看看 这部分 好 我明白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尽力解决问题 再见 你好 你怎么会尽力解决 关键 你不知道 你怎么看 特别ס他 是这种的 是 跟我说 这里面也有你很多心血啊 我们都有责任 去保护好这份资产 弗兰哥 我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保证这个项目 能够顺利地完成 保证公司的权益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刘主管 你的提议很严谨 也很合理 的确是真心为公司考虑 有了这样的同事 是公司的幸运 但是 我们只能做同事 不可能成为朋友 你依然认为我做的是错呢 不不 你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你毕竟生长在这里 一个对周围的人 都没有感情的人 很难获得我的信任 那我们就不做朋友了 只要各自管好 各自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是主管 就按你说的 做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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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